回到国内 带您来看政坛早点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 他因为起步晚 5号他的竞选总部才会成立 那么总部的主委传出 将会由前台中市长胡志强来担任 对此朱立伦可是保密到家 他说周五自然会给个交代 而朱立伦选战的策略 找来了党内的大佬来操刀 走的是传统的选战策略 但这次手头足就有129万 大家都想要来抢青年票 对于处于劣势的朱立伦来说 一定要出奇招了 传出他将会跟荒谬大师称号的 艺人沈玉琳同台 来接受网友的提问 我回连省又要冲出江湖 找名人啊 操纵量级的 不信吗 请看 大家好 我是朱立伦 积极抢攻前年选票 朱立伦出奇招 受邀参加网络节目Live专访 准备跟荒谬大师沈玉琳面对面接招 玉琳哥我一向都很喜欢他 玉琳哥有趣 然后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 蹦出一些火花 网友的问题有时候会比较酸哦 没有关系啊 那酸的话那我们就 混合一些辣的里面不就很好吗 面对网友及沈玉琳叙事待发 朱立伦充满信心 拉拢年轻选票成功创造话题 但选战组织还是跳脱不出 福禄兽老人牌 5号竞选总部就定位 选当已久的总部主委 传出早上台中市前市长胡志强 明天正式跟大家报告 主席所以未来马力强会再重出江湖吗 明天正式跟大家报告 是不是有找不到人权 大家都不想愿意出来 明天再跟大家正式报告 不断的跳针式回应朱立伦大卖官子 倒是胡志强接主委前 其实朱立伦曾积极邀约 吴敦毅肖万常担任 但都被双方婉拒 基本上过去历年来就是 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 是不做总统候选人的 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不不不 不会 那每一个人没有去当他的主任委员 都跟他有心结了吗 不可能的事情 特别的我不澄清 跟朱立伦绝没心结 当不成主委 朱立伦则将吴敦毅肖万常 挂名成荣誉主任委员 派出党内大佬作证 这总部组织恐怕了无心意 欢迎新闻联系朋友王威 台北采访报导